这个男人躲在厕所 欣赏美女的偷拍视频 正当他看得津津有味时 视频里的美女面目猙獰 男人想要逃跑 却被一把抓了回来 就这样 男人当场死亡 原来女鬼就是13号房逃跑的客人 此时满月正在召集员工 商讨如何抓住女鬼 由于女鬼只出现在视频中 必须找一个男性人类点开视频 这样才能使女鬼现身 这个众人自然就落在灿星身上 为了女鬼不再危害人类 灿星打开了链接 可是房间里空无一人 满月瞬间移动到房间进行查看 发现这是女鬼用怨念虚构的空间 只有指定的人打开视频 才能看到女鬼 灿星找到女鬼的姐姐了解情况 原来佳莹生前是一名大三学生 被别有用心的同学拍下不雅视频 并在网络上进行疯狂转发 因承受不了同学的侮辱和嘲笑 佳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拼命地删除那些可恶的留言 最终因无法承受舆论的压力 选择了自杀 如今的她 把充满怨念的视频 发给当年传播视频的同学 将他们一一杀害 当初拍摄视频的男人 把视频在网上售卖 赚了一大笔钱 还开了家视频公司 俨然成了人生的赢家 满月和灿星来到男人的办公室 看到男人各种旅游的照片 满月便用手机拍了几张 可笑的是 男人居然上前阻止 说这种行为涉及到隐私很不礼貌 灿星趁机拿走了男人的手机 回到酒店 大家等待着女鬼发来视频链接 可是链接迟迟没有发来 灿星这才意识到 能传播视频的不止手机 还有可能是电脑 公司里 男人正在为丢失手机而发火 这时 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窗口 她打开一看 是一个面目猙獰的女人 她感到十分晦气 便关上电脑准备回家 突然 公司所有电脑的屏幕亮起 全都出现了女鬼可怕的模样 男人被吓得魂不附体 身体也无法动态 此时女鬼出现了 正当她要伸出双手了结男人的性命时 代表毁灭的四麻孤神出现了 她斥责女鬼不该伤害人类 并使出法力让她灰飞烟灭 女鬼带着无限的怨恨消失了 满月站在天台 看着女鬼消散的灵魂 她决定惩罚那个罪恶的男人 满月操控男人的汽车 来到月之酒店 在参星的带领下 进入到十三号房间 眼前熟悉的场景 让她想起了自己偷拍的事情 然而如今的她 仍不知悔改 满月将她困在铁轨上的汽车里 准备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眼看火车离她越来越近 四麻孤神出现在男人的面前 这一次 神病没有救她 而是让她接受了应有的惩罚 这天男人在草丛里捡到一个红囊 打开红囊 里面装的竟然是死人的头发和指甲 男人手上赫然出现了一根因缘线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感谢观看